好,咱们今天再画一张浓墨重彩的山水画 就是在浓墨的村杂基础上 咱们用这个珠沙来进行点燃 画一个秋景的小幅山水画 好,我还是比较占了一点浓墨 这个重心呢压在左下点 好,我先画一个近景 近景,这块有一条瀑布 可以带有一些瀑布 然后带有一些村叉 这些地方 带有一些浮坯 把这山水的硬洞给它存擦出来 继续往上推 推,推着走 把这个山脉的这个筛形给它画出来 一定要有这个留白的地方 包括寸餐的笔柱 一定要见到这些地方 不要一味的给它画黑 往上推着走 它这个山到这的时候 它往上起 它这个山是走向 加一点泡沫 加一点淡沫 比沫调淡 往上走 我们看到这个山沫 没有eshit 没有让我们在那里 这就是这里 远山 从近景 逐渐推远 把远山的这山水画出来 然后这块 咱有大量的一些云雾 靠这个留白 淡漠把这个山水再给它 继续地给它寸染一下 下面静静的山水 整个这个画面的一个构图 就已经呈现出来了 休靠 咱刚刚刚又吃云 board 好换一下小笔 咱们细细的勾一下它的一个笔触 这个纸呢 它也不属于特别深的纸 所以有些笔触呢 是需要这个 用这个小笔中锋偏侧锋 给它干一点 然后细细的给它勾一下 它这种纹理呢 不太明显 这个还是用这个纯的生鲜化 做好一些 但这种卡纸呢 它不太深 所以就需要这个 有时候破墨 然后再加上一些小笔中的一寸 存擦给它结合起来 要有一些重的地方 这块呢 又有点寂寞的效果 这些重的地方 待会咱们是要靠这个 点菜 也就是点这个浓重的这个猪砂 给它提一下 咱们是要靠这个 在这边 水口留住 垂直一些 再给浮沟一下 加一些浮沫 因为我一开始用笔有点水平有点足 主要还是想让它有些泼沫的感觉 还是要保留一些泼沫的这种感觉 然后调淡一点 然后再把这个远伸这块 可以有点泼沫 尝尝 嗯啊 涟沫 有点泼沫了呢 不要太多 远身稍微的还是要 稍微的画的浅一点 再加重点 有的时候又带一点这种类似于抚披 披麻的这种感觉 披麻兼抚披 传统的这个 其实这个村法跟当代它是不会脱离的 好显得很厚重了这块 好这块呢我再加一弹 那我再给它存擦一下 好笑 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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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重磨完了之后 用这个淡墨再泼 再泼 再换一下笔 再换点水吧 磨色太重 别让它形成死磨 这纸干得很快 远山直接用特淡墨再给它勾一下 继续 好 这边呢 再用蛋漠给它染一下 擦了一下 让它有些厚度 好 干了之后呢 咱们再进行颠采 好 现在咱们开始颠采 现在虽然还没有干 但是颠采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咱们点的是比较浓重的摸索 这种红色 珠纱 珠纱来直接点 刚开始咱们可以稍微调点水 让它太重 然后一点一点的加重 然后在这个重的地方 货色重的地方进行点刃 荠纱要干了 但是太重了 侠的地方在闪咤 什么东西 祝福 再继续 又那个这种感觉 优优独播剂 看,越来越漂亮 这个颜色 这个点态也起到一个弥补的作用 有些线条,墨色,不太舒服的地方 可以给它遮住 好,然后再继续 给它点亮点 再挑点厚一点的 厚重一点的颜色 继续对加,让它更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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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原来漂亮 它黑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是吧 嗯 啊 在这里 地面 给它点出一点厚 有地儿薄一点,有地儿扎对 你看这些地方让它扎对 让它多一点 主要靠这个电台啊 这帐篷是 上面这块干一干带那什么 然后可以用一个小笔 咬浓墨 这块点点小胎啊 或者画两颗小树小的松树 这块提一下 这上面也是 刚才有一点 刚才写了 梳点 好 这块干的差 趁它超湿的 最后染这个上面这个 咱们可以把这个珠标色调的 有一点水分 就是让它浅一点 来染 要让它太 要让它太红 跟近景这块 拉开一些距离 也是弥补 它这块比较黑 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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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身这块呢,咱们也是在顶面,尤其是黑的地方啊,找点这些黑的地方 一处比较黑的地方,能给它点一下,远先生点的时候比较会大一点 好,也稍微再继续提供一点 点点笔触呢,稍微带一点春擦的笔触 远身这块 打一些大笔笔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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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